林委員早 部長早 我想部長跟所有部內的同仁應該都知道 去年爆出非軍倦戶 還有投資客炒作軍宅套利的事情 引起社會大眾的爭議 也接著陸續有很多的倦戶都提出來抗議等等 包括說這個怎麼樣的黑箱作業 讓投資客有機可乘 那我在這邊想要請問第一個問題是 這幾份報告裡面都沒有提到相關的這一個部分的檢討 部長你覺得是為什麼 我想這個應該會是今天要開這個會裡面的重要主題才對 我們是對整個全案做一個整體的敘述 委員這個指導的我們會把我們 你講的這一段我們可以再跟您報告 我想早在1999年大法官485號解釋文裡面 他其實已經明確的解釋出說 這個軍宅它的概念是買房子大部分的錢是來自於國家的補助 所以跟一般自費買不動產的這個不太一樣 所以應該要去考量到怎麼樣 什麼樣的人可以轉賣 什麼樣子應該局限哪些身份應該要轉賣 要限制這些資格 這在1999年16、17年前就已經提出 你覺得這16、17年來不管這個大法官的這個解釋 然後到去年爆發才全國的人都知道這個這個原因是什麼 報告委員那個時候你講的我們就有限制他五年不得 但是沒有限制對象嘛 大法官的這個解釋文是說要限制對象 不只是時間啊 第二個是2013年監察院也提出你這17年以來 到了三年前監察院提出說 還是十幾年來還是很多人鑽這個漏洞 所以這個狀況有待施 可是這三年來我們又做了怎麼樣的努力 跟委員報告102年我們眷改針對買賣契約 我們後續的五個基地裡面我們都有在做 就是說來在他限制他移轉登記的一些方法 我們也一再宣導跟申購的眷戶也好 甚至於我們都去宣導他五年內不得買賣 我想從這個大法官的解釋到這個監察院的糾正 裡面他的概念不是宣導 而是怎麼樣真正的能夠保障眷戶 然後限制轉賣的資格 而這十幾年來就停在宣導 甚至於去年已經這麼嚴重的事情 全國的焦點 結果今天我拿到的一整份的報告裡面 完全沒有提連提到這件事情都沒有 沒有檢討就算連提到這件事情都沒有 跟委員報告我們真的有做一些我們的檢討 甚至於現在在買賣契約上 我們也協調了行政院的一些法規會 那既然有為什麼一個字都不用寫上去 我們有在買賣契約上把它強化 在買賣契約上他就簽下去他可能就違法了 我想包括大家在座的所謂委員想要看到的應該不是這樣子的報告 大家會想看到的應該是實際上現在還使用或住在均宅的人有多少比例是非眷戶 投資客過去十幾年來二十年來透過這樣的漏洞賺到的不當得利 有多少錢 受害的這些原眷戶 例如說不同義戶或買不起的房子的眷戶 我們有什麼補償的措施 申訴的管道 還有除了現在委員已經提出的修法以外 不是只有宣導 修法以外 國防部自己本身有沒有要修法 有沒有要怎麼樣來補救 我想我剛剛上面提的這四點 我要拜託貴部未來 可不可以盡快的 就我剛剛提的這四點 再做出一個詳細的報告 因為今天這樣真的有點浪費時間 最後大家拿到的是這個真的是有點浪費時間 變成要再另外開一次會 而且分明大家就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為什麼會問這件事情 不是在問這幾份報告裡面的事情 就是去年這個投資套利 變成均宅變成投資客的這個工具 然後再來看這個眷改這個基金黑洞怎麼常在的這個事情 這個大家都知道 現在整個負債超過750億 然後裡面我也看到你們的報告說 到了108年的時候要完成融資償債等等等等 我不知道部長這個回頭想起來會不會覺得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真的是很荒謬 就是我們今天做的這個卷宅是為了照顧弱勢的這個軍卷 結果他變成某些投資客套利炒作的工具以後 我們做這一個良益美善的這一個政策 最後欠了一屁股債 我們變成要處分土地來去還錢 而處分土地要能夠在108年要能夠還錢 當然能不能在108年就能夠還錢 大家都來質疑 但是你為了要還錢 你變成還是要賣給那些投資客啊 你前面的這個美意 最後變成投資客炒作套利的工具 最後欠了一屁股債 還是要靠投資客來讓我們可以還錢 你會不會覺得這整件事情 怎麼看都看不到公平正義 跟委員報告這個 剛剛一開始我們就跟委員報告了 整個券改條例裡面沒有用公務預算 是用融資的方式 所以你剛剛講的那個 最後我們是融資我們向銀行借錢 最後我們要還給銀行 我知道 所以我就是說要還錢的方法 是處分土地啊 我看到 處分土地的方法 絕對不是低價給地方政府 讓他可以去蓋社會住宅 因為這樣子的方式你要還錢很慢 所以這些處分的方法 我也有進一步了解 很多還是要交過 包括這個什麼 這個地方權 地上權的轉賣 然後交給建商嘛 最後我們要還錢的方法 最快的方法絕對不是低價 或是免費交給地方政府 來去保障弱勢的族群嘛 最快的方法 你如果要趕在108年前 當然是交給建商嘛 所以我們前面也是去土地投資客 後面要還錢 還是要靠建商來還錢 這整件事情是一個美意 是保障居住權 前前後後 最後都是土地投資客跟建商 就公平正義整個看不到 委員長 你講的沒錯 我們一開始也都是照顧這些 我們軍中裡面的袍子也好 或他們以前房子比較老舊的弱勢 這個美意我都了解 對不對 那您剛剛講的這些現象 我們也真的很遺憾 我們會再來 走到最後變成這樣 部長你知道為什麼人民去年到現在 對這件事情會那麼的憤怒 我想在我自己的選區 南機場對面有個9號基地 那這個我也有請貴部的這個相關同仁 來跟我們報告 我們看一下這個報告的這一個畫面 這個是貴部同仁給我們的報告 他給我們看的照片是告訴我們說 那一塊圈改的基地裡面都是在經營商業 然後給我看這個7-11的照片 這個是我的選區耶 我會不知道裡面長什麼樣子嗎 現在也早就不是7-11了 那告訴我說大部分都是既得利益者 然後做商業使用 我想看一下下一頁 這個是商業使用既得利益者嗎 你走進去你不要看最外面那一排 走進去就是這個樣子 再看下一張 這個是既得利益者嗎 你知道看起來這樣子幾戶 裡面住了秘密媽媽 連一間進去就還分成四戶 再看下一頁 這個是既得利益者做商業使用嗎 再看下一頁 這個阿嬤是既得利益者做商業使用嗎 這些 我當然知道有做商業使用 他為了特定的利益來去做的人 我了解 我們那個地方在選舉的過程也去了太多次了 我非常了解 哪些人是刻意為了拖延 來去賺這些租金 我知道 但是裡面還有很多我剛剛舉出來的這些人 裡面可能是為戰見戶 可能是當初不符合配受眷戶身份的未婚的老兵 有一些是不得不輾轉流落到那個肉像去住的人民 在那一個狹小的眷舍裡面有各式各樣的人生故事 但是有個共通點 他們已經收到六月份就要被斷水斷電 要被拆除 我想請問一下這個法律事務司人權保障處的處長 呃 處長 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在兩東約上面保障的居住權 有沒有包括為戰見戶 有沒有包括為戰見戶 原則上人民的居住應該是一個基本的權利 是 所以剛剛我給大家看到的這些人 如果在國防部還未清查裡面這些人的居住狀況 就通知六月份要斷水斷電 這個是不是違反了憲法以及兩公約保障的居住權 委員 就我所了解 他們是根據最高法院那個案子好像已經有判決決定 他們是依照那個法院的判決來執行 是 但是法院的判決以外 如果剛剛我看到的這一些人 這一些人在還沒有被安置 沒有被 這個了解他們現在的生活狀況 就被當成都是既得利益商業使用者的話 強制拆遷 強制千里 這樣子是不是違反居住權 報委員 委員您講的很有道理 但是就是說在整個訴訟的過程當中 我想 整個訴訟的過程當中 法院應該就採證到底是既得利益 到底是商業運用 還是說底層的人 其實我一整份當初整個這個過程 好幾年來的報告我都看過了 我要在這邊再一次拜 拜託這個 我們相關的同仁 裡面有 不少的人 其實我們都還沒有 我是不是還有兩分鐘 一分鐘 兩分鐘 我要拜託一下部內的人 再去做一次清查 因為裡面有一些人 他們只是租戶 而且他們是因為沒有辦法在別的地方租 所以才流落到那邊 他連補償金都不會有 而這些人被牽走了以後 他們面對的生活更是辛苦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絕對不能進行斷水斷電 不能六月份直接通知他們斷水斷電 要進行調查 了解他們實際的需求 然後要去調查有沒有低收入 或是身心障礙者這些弱勢 去協助他們申請相關的補助 我不希望看到六月份的時候 用破千的方式 然後又造成更大的社會問題 我希望可以先收回成命 不要六月份直接就要求他們斷水斷電 我們知道在地的居民 除了那一些在做商業使用的以外 後面的人他們每天都人心惶惶 我們連過去查訪他們的時候 他們都問說 他們這樣六月以後要住在哪裡 最後我其實只要告訴大家 其實部長 你覺得這整個源頭 你發現明明是利益良善 你覺得這整個源頭到底是哪裡做錯了 他一定是有個源頭才變爛攤子 可能第一個扣子就扣錯了 整排就扣錯 其實按照大法官四字第457號的解釋文 像是軍宅、眷村這些的存在 他的定義是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 他的概念就是說國家把土地借給這些人 讓他們可以使用 他們擁有的是居住權跟使用權 而不是所有權 所以在眷改條例第一條裡面提到 新建住宅照顧原眷戶 或是中低收入戶 志願意獻意軍官兵 其實他說的照顧 並沒有說是要送他一棟房子 照顧 理論上在保障居住權上面 就是保障他本來有的使用權 他們在眷村的時期就是有使用權 為什麼眷改之後變成有了一棟房子 這個所有的混亂都是來自於第一步走錯了 我希望未來相關的部會 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能夠重新思考 我們在保障居住權的時候 怎麼樣才能夠不再變成有心人士套利的 上下其手的那一個工具 謝謝 謝謝